圣经三分钟 耶稣的真言四十九集 粉丝的坟墓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么说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师跟法律三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丝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着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误会 你们也是如此 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 里面却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 这是耶稣对文师法律三人所说的七货中的第六货 你这两段经文有一个历史背景 就在主耶稣那个时代 犹太人若践踏死人的坟墓的话 他们会认为沾染了死人的污秽 所以在宗教礼仪上 他们就会变成不圣洁了 这是在立位纪跟民宿纪都有提到的事情 因此犹太人跟法律三人 他们就喜欢把那个死人的坟墓粉杀成白色 因为这样每过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通常到郊外就会刷这个坟墓 为了让人家便于分辨 以便在晚上免得不小心就踏在坟墓上 就变成污秽了变成不洁净了 所以当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44节说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 实际上耶稣在指责文师法律的人说什么 你们实际上内心不干净 一定会使自己跟别人都会不干净 这段经文的属灵原则到底在哪里 就信徒 宗教的信徒 宗教的领袖 在外面的表现的行为 跟你内在的生命的灵性 是不是一致的 显然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 那么我们实际上在灵性上是死的 但是却要在外面粉饰自己 掩盖自己已经死亡的真实的属灵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今天我们在教会内外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的外表好像有的好行为 好的善举 我们为的是什么 表现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的能力的 但是如果这一切只是在人面前显得好看 我告诉你 我们有祸了 但是神所看的是我们内心的误会 因为神有透视的眼神 透视的眼光 能够体察人的肺腑心肠 所以属灵的人 如果我们跟从神 我们也能够看透万事 我在思想我们之中 有些弟兄姐妹 我们似乎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不禁要问一句 你们热心公义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们是真的有慈善的心 做异形的心呢 还是你们有另外的目的 你们是为了炒作 为了商业 还是兼而有之 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只有摆在主的面前 让神自己来问你了 总之 这些人 他们敢这样做 实际上是什么 他们怕人不怕神 因为他们只顾在人面前行善 做好事 他们却并不顾 他们在神面前的样子 因为神看你的内心 不是看你的行为 所以悔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